一拳招人冲置版250话终于更新 难道Nio背后的控制者出现了吗 废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话的具体内容 我是E 视频开始之前就点赞关注 拜托了 这对我真的非常的重要 首先是分面 在一片非常空旷的废墟之上 其余就出现在了废墟之下 远远的看着前方 在视线的前方等待着的是 250话标题 姿态 两个杂鱼流根骨高 无数的连打还朝着水龙打过去 水龙还是轻松的抵挡了攻击 在一旁的马考一介绍着 没有主意就是最大的主意 作为武术家最为散漫 不过实力显而易见 这就是水龙 水龙一脚直接将孤高踢飞 孤高不断的后撤 一个男人扶住了孤高 这个男人是特A级赏金饭 他的战斗技巧应用在对怪人上 也十分的有效 他在接受了日常处于监视状态下的条件后 加入了进来 泽金格尔提出了质疑 我是利手于情报部门的泽金格尔 与其说是监视 不如说是庇护更为恰当 想必是从这里 寻求逃离警察追捕庇护 作为条件的雇佣吧 同帝说着 英雄协会也曾经录用过非法人员 若是能将这股力量妥善管理 也可以作为模范案例比 结合当前的行事来看 也称之上合理 不是吗 马考一紧接着介绍同帝 非道地 前S级英雄 年仅10岁的天才少年 愿意转头到我们这里 真是感激不尽 希望今后能够成为 引领我们NEO的人物 龙门跟A级赏金犯罪 阴阳同帝 说是让你好好管理我们 你好好加油哦 同帝跟泽金格尔私下留意 NEO的资金来源 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反社会违法交易 资金洗白 为资本家 宗教人士 逃税作伪章 以英雄为实验的人体实验 与成果果实 这个组织什么勾当都干 比起英雄行业 倒不如说是以此为目的 发展起来的 泽金格尔说着 我们通过马考一的引荐 去接触NEO的顶层 并探查了一下 这个组织整体的方针与理念 将消息汇总以后 依然让你手握的情报 更加的具体 竟然这一搞清楚 NEO针对英雄协会 到底制定了什么对策 一旁的黑光 走过来 看下了同帝 同帝君真是了不起 被看好了 作为教练 我也要努力了 同帝说着 能听到黑光先生这么说 我很荣幸 泽金格尔表示惊讶 令人吃惊 没想到S级英雄 你说隐退就隐退 黑光还是 恨是消沉 暗淡无光的我 没有人将我看作英雄的 同帝说着 如果你抱着 因丧失信心 而选择去当教练的这种想法 真的能教导好别人吗 马考一打断了他们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教练是一个前S级英雄 仅靠这个卖点 就召集了这么多人 金属球报朝着黑光 大吼着 打起精神来 这么大的身板都显得渺小了 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 真正的强者 是有着令人心安的姿态 我觉得这才是 让人们愿意跟随的理由 在这一点上 不管是英雄还是教练 没有什么不同吧 总之 在挑战新事务上 我也会给你打气的 你要加油 黑光 黑光突然肚子疼 去上了一下厕所 同帝等人看着黑光 这样的状态 很是失望 同帝说着 难道还要 舔心脚面踹上一脚吗 金属球报表示 别说了 这是干劲的问题 只能靠那家伙 自己想办法解决 这边的雷欧还在跟水龙打 雷欧已经气喘吁吁 水龙脸不红 心不跳 看着雷欧的一拳 这就是职业英雄吗 比那家伙 差远了 水龙现在动不动 就回忆一下奇遇 突然背后 来了两个人 纠纷吗 马考一介绍着 他们两个 是牛的警卫 兼违规行为的惩罚者 过去曾经做过佣兵 艾利敏跟迪斯罗特 艾利敏居然是一个女的 以上就是 一拳超人重置版 250话的所有内容 我是义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 再见